主持人好,主总好 我叫李小红,就是来自广州五阳摩托有限公司 就是同时在销售工作 想创业的我们这些80后 现在都命令婚姻和家庭的压力 我想问一下主总 那我们工作还稳定时 怎么样的平衡创业刚开始的家庭压力 特别是和我们思想有隔离的父母心 谢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现实 问得非常好 谢谢 这个问题是比较难 怎么说呢 我是在1993年 我去瑞士 然后从瑞士 我们又开着车去到德国 从德国的南部到北部 我那时候去买设备 其中有一个 一个德国人 高高的个子 一个经理 他带着我从北到南 德国的高速公路上 他开的飞快都220公里 我就特别害怕 然后呢 我就跟他聊天 然后呢 我就跟他聊天 当然我们还有翻译了 那么我就问他 就带着一天了吗 在一个车上 就说无话不谈 我就说 我说你结婚了吗 没结婚 我一看那个人 40多了还没结婚呢 我就说你为什么不结婚呢 他说我现在工作 我事业还没成功呢 他是这样去认为的 他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我是认为的 中国的这种婚姻文化 和你的家庭 有的人结婚是为了父母 有的人结婚是为了爱情 有的人结婚可能是为了工作 为了其他 为了很多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里边 你怎么去平衡呢 是一个很难 中校在两全是很难平衡的一个 你要是去创业 你更不允许你有更多的时间 去照顾父母 照顾妻子 照顾你的孩子 你要是搭工就业呢 你也有很多不自由 有时候需要加班 你的领导 你的经历天天需要你 做得更好更好更好 每天都要给你很多挑战 很多要求 所以这边呢 你的男朋友 女朋友 需要你有更多的时间陪他 你的孩子需要陪他 你的妻子需要陪他 你的父母需要陪他 哎呀太多了 所以说最难过的 就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人 压力最大了 你们的这个 特别是到这个青年人 压力大的都组长了 真的 你们现在呢 是很难分身有数 你没办法就是说 究竟怎么平衡好啊 这里边呢 需要你自己的好好去把握一下 你得权衡这个利弊 我曾经呢 我家里有一个亲戚 这个有一年呢 他找到我 他告诉我 他说是呢 我要回家了 我要辞职了 那时候很早呢 我说你回家干嘛呢 他说是父母啊 身体不好 我需要回家呢 去照顾父母 我说哦 我说你是个孝子 我说孝子呢 有两种 一种呢 是天天在家里呢 父母还没起床 去磕头 去问安 去请安 你天天守在父母身边 但是 父母的医疗费 父母的生活费 父母的整个居住环境条件 都非常差非常差 因为你没钱嘛 你天天在看着父母 你没法工作嘛 这是一种校 另外一种校 他原来在美国 原来在欧洲 他是一个艺术家 科学家 工程师 企业家 但是呢 他打一个电话 最好的医生来了 最好的医院 可以去住了 父母住的最好的房子 有最好的生活条件 这也是一种校 你看看呢 作为一个你子女 你选择哪一种校 这也需要你自己去把握 你要和你的父母去沟通 这个希望你和你的父母去沟通 有的父母 我不要好条件 我也不要专机 我也不要最好的医生 我就要儿子 你看 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那你要 请你父母的 让他安度晚年 也可以 但是你告诉你的父母 我请你请最好的保姆 望子成龙 你把我养大 不容易 我给你要最好的回报 或者把你的父母 捡到美国 欧洲 捡到中国 北京 上海 这也是一种校 这个需要你来沟通 是来权衡的 没有一个标准 没有一个标准 包括你的女朋友 男朋友 包括你的孩子 宣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